教育部提出高中社会科的克纲微调 引起各界人士还有民间团体 针对资讯不公不透明 还有程序草率 还有内容争议 强烈质疑还有抗议 并且集结历史教授 还有人本基金会 台权会 还有全国家长团体联盟等公民力量 成立反黑箱克纲行动联盟 发出公民怒吼 教育部至今能难拒绝公开相关资讯 让大众来检视 那日前更被法院判决违法 在实质内容部分 教育部假微调知名大调特调 公民课不但删除白色恐怖 迫害人权的事实 那地理科则是在微调后 重新用了非用外籍新娘 这样的歧视用语 拒绝黑箱克纲 好教师们呼喊拒绝黑箱克纲 撤回这个微调克纲 公开相关资讯 还有要求民族参与 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公民团体 30多人今天站出来 成立反黑箱克纲行动联盟 认为整个程序不正义 那么另外克纲次数更动 也高达60% 当中还有删除了白色恐怖 破坏人权的事实 那么教育部强推这个黑箱维钢课条 对篇出的课本 8月新学年开始就要使用 那么各校最时在5月底之前 完成选书 恐怕学生的受教权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